下完毛毛雨之後 相信大家在星期一已經感受到氣溫罩降 天文台在早上發出寒冷天氣警告 以及強烈季後風訊號 市區氣溫將會由日間大概17度 顯著下降到晚上大概10度 我們預計明天星期二來說 天氣還會變得嚴寒 風勢會頗大和有幾陣雨 市區的最低氣溫會下降至只有7度左右 新界還會再低兩三度 高地甚至可能會出現結冰添加 隨後一兩天天氣持續寒冷 大風加上雨水 將會令體感溫度比實際氣溫更低 季後風會在這個禮拜後期稍為緩和 但早晚仍然相當清涼 大家都要做足預寒措施 避免長時間停留在當風為止